什么是善根 世间法的三善根 就是世间所有的善法 从这三个根生的 不贪不成不吃 贪嗔痴叫善吐 贪嗔痴生什么呢 生物业 甘地狱莫鬼畜生 三窝宝 我们想想我们还有没有贪心 我们还会不会发脾气 有没有怨恨心 有没有傲慢心 有没有嫉妒心 如果这些都有的话 你哪里有善根呢 没有善根就没有佛特 没有善根那个佛特 是假的 不是真的 没有善根 没有佛特 还好 没有善根 有佛特 他必定造极重的罪业 来生的佛特 来生的佛特 是对于 可怕了 善根比佛特重要啊 没有善根的佛特 叫吃福 他避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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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 七心东念 是孙人立即 这就是赤福啊 国报不好啊 秦修善根 就是佛法里 常讲两句话 秦修戒定慧 熄灭贪嗔嗔痴 那你就知道 戒定慧是善根 戒定慧的反面 就是善根痴 用戒 来止住他呢 用定 止住成慧 用智慧 止住愚痴 所以戒定慧 是三副药 对治贪嗔痴 你不认真修戒定慧的时候 你怎么能把贪嗔痴 扶住 贪嗔痴 确实 在六道众生里面来说 踏实 无 这个无实的烦恼 居深的烦恼 那个东西不是学的 是过去 生生世世带来的 根深迭固啊 外面经济 稍稍一诱惑 但他只马上就进去 这个现行叫现行 叫造业 第一个叫造业了 天天在造 相续不断 相续不断 有一些造业自己知道 有一些造业自己并不知道 别人提醒他 他未必能接受 为什么 他已经习惯成自然了 他没有觉得他做错事情 以为所做的全是对的 全都是如法的 其实做错了 出世间法的善根 只有一个 精进 菩萨善根 精是什么呢 唇而不杂 精是 静而不退 这叫精进 也就是祖师大德常说 一门深入 常识寻修 一门深入是进 常识寻修是进 你有进步啊 学东西就怕砸 就怕乱 那么现前这个社会 学东西 它就是砸乱 大概从小学幼稚园就开始 你看父母给他定的口臣 很多 幼稚园小朋友 学语文 学游戏 又学画画 又学唱歌 又学的这个跳舞 什么都要学 学的那么多 砸了 就是样样都懂一点 样样都不尽 他要从小学一样 他将来就变成专家 一门通了 门门都可以关通 无论是世出世间法 都讲究专进 这是善根 这是善根 其实照佛经上的说法 每个人本来是佛 佛是万得万能 现在迷失自信 变成这个样子 如果听佛的教会 佛的教会 指导绝对没有错误 你真听话的时候 一门深入 你自己喜欢什么 你专攻这门东西 那十年之后 你就变成 世界跌了 世界跌了 所以除了一八岁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都修很多 修杂了 你一个人修一门 你就突出了 现在突出很容易 古时候突出很难 为什么 每个人都专进一门 你要想要能够突出 这么不容易 现在是古古都能突出 人人都可以突出 只要你有十年时间 用在夜门上 你的夜门就变成世界第一 因为找不到 找不到人 像你这样学法的 所以现在这个 出了一八岁很容易 如果家长懂得这个道理 他的儿女 十年之后 个个都是最优秀的学生 这是人 年轻的时候 应该把精神时间 精力 用在夜门上 那就成功了 那么你就能优秀了 什么意思 难道 还好 你看 再来 然后